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 1号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6艘中国船只 今天上午继续在该海域活动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6点30分左右 两艘中国渔政船进入了钓鱼岛附属的 南小岛东南约30公里的毗邻区内 昨天中午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4艘海间船 已经于当天晚间驶出毗邻区 但是仍然在附近海域活动 此外日本海上保安厅还表示 昨天上午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 连江125号也进入了钓鱼岛附近海域